信仰好生活 知名人寿保险公司 于高雄国家体育场 举办马拉松 有万人齐聚 本次活动含许多亮点 由恐龙田径带来的欢笑 是帐组 轮椅组带来励志竞赛 半马组 全马组展现人体极限 并有休闲组带来各式各样的吸睛造型 休闲组中 竟然经见 耶稣不仅造型到位 更背着用30公斤啤酒香制成的十字架 演绎耶稣走苦路的画面 身旁还有超过百位 福气教会众弟兄姐妹一起 场面相当轰动惊人 路人纷纷过来与他们拍照 拍完后 福气教会众弟兄姐妹 也不忘向民众大喊 耶稣爱你哦 比赛进行到最后 耶稣荣获本次马拉松 休闲组创意造型奖第一名 获得5000元台币奖金 究竟这位耶稣是谁 他是来自高雄福气教会的张家伟 他与妻子林峰宜 现于高雄福气教会社青幕区聚会 二人一起经营 夫妻幸福小组多年 迄今共开了12期幸福小组 为何想参与这次活动 张家伟开心表示 因一次听到杨席如牧师讲道 提到其实日常生活可以与福音挂钩 当日讲道深深触动他 自那天起 张家伟不论做什么事情 都把这句话放在心里 做任何事情 都会想办法让生活与福音做连结 因着幸福小组已开办多期 体重也不自觉地增加 他突发奇想 何不邀约牧区小组组员一起外出运动 尤其高雄有两大活动赛事 都很适合团队参加 一则是华龙洲竞赛 一则为高雄富邦马拉松 在他的号召下 整个牧区6月22日一起参与 2023高雄华龙洲竞赛当时是他首次邀约教会肢体参与大型活动 令人动容 大家意外一气相挺 遇上班日也立刻请假 一起拼命练习华龙洲 同时因着生活要与福音有挂钩 彼此也一起合力将福音带入活动中 因上次经历增加了张家伟的信心 使他更有感动召集大家参与马拉松 这次的马拉松 张家伟为了与福音挂钩 决定以耶稣杯十字架走苦路的方式 完成这趟赛事 当他开始有福音的想法时 上帝就出手了整个过程都经历不可思议的充满恩典 朋友经营的洋行所提供啤酒箱 作为十字架的主架构 加上内置木条稳定结构 衣服购置 整体花费仅600多元 另外在召集福气教会弟兄姐妹时 居然有超过100人愿意参与活动 大家更是一起与福音有挂钩 主动制作自己的十字架 全家大小参与这次赛事 看见整个教会动起来 大十字架长2.7公尺 重达30公斤 张家伟感叹耶稣杯的十字架是50公斤 他以为自己能体会到耶稣走苦路的过程 但神给他不一样的旅程 是恩典的旅程 当天好多弟兄像天使一样 在他体力不知时 帮他背十字架 他表示虽然身体疲累 但隔天最酸痛的地方居然是脸颊 因为整个过程很快乐 都在大笑 心里非常满足 一想到与耶稣同父一二 还有弟兄姐妹的陪伴 一个人做这件事会害怕 但是一群人就不会了 我们都决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不以福音为耻 大声说 耶稣爱你 他分享 我们希望让马拉松不只是马拉松 而是向世界传福音的机会 带着不以福音为耻的信心 教会弟兄姐妹一起朝标杆直跑 我要尽我所能 做最吸引人的十字架 让大家看到十字架 我们要向高雄传福音 向台湾传福音 此次活动 也陆续登上各家新闻台 流量陆续破记录 属灵爆发力震持续发威 张家伟最后回应 领受上帝恩典 有两个方法 当小组长 开幸福小组 我在幸福小组内 性格大翻转 学习到经营人际关系 领导统领 发挥创意 营造氛围 感谢幸福小组 帮助我们彼此相爱与连结 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创意 在这个季节里 用更多元又巧妙的方式 把耶稣介绍给还不认识他的人 我们下集见 我是AI主播菲比 展现基督视野 超越世界观点